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社团法人 台湾米勒谷公益关怀协会的秘书长 李清慧小姐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秘书长你好 你好 秘书长 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米勒谷公益关怀协会 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之下成立的 那现在已经多久 我们其实成立才不到两岁 那之所以会成立这个协会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个人的关系 因为我本身就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那在整个单亲家庭的过程当中 我曾经遇到过就是一群陌生的年轻人 然后他们来探访我 那他们当然是来自教会 那探访我的过程呢 让我发现原来陌生人 也可以成为我很好的陪伴者 也因为他们的陪伴让我走出了我自己封闭的世界 因此在我退休以后 我就决定要来陪伴一些单亲弱势的孩子 然后让他们可以在米勒谷这个地方找到他们生命的奇迹 米勒谷就是miracle的意思 然后其实您在对于公益关怀的这个部分不陌生 你有很多的这个经验 然后真正要决定自己出来做这个协会 也是你陪伴的这一些学生们 他们跟你讲说你退休以后你不能不做事情 因此就让您真的成立了这个协会 成立了这个协会你有真正想要做的 跟你之前的那些经验 可能真正你觉得靠自己的力量 比较有机会去成就去实现的会是什么 我觉得我之前在很多公益团体待过 那最有名的公益团体当然就是伊甸基金会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服务身心障碍朋友的 但是我在伊甸基金会 我所接受到的一些学习 就是行政事务上面的学习 对那我之所以会想要陪伴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有说 我曾经被陪伴过 那后来在我工作的期间 也陪伴过一群年轻人 那这一群年轻人就是后来长大以后 然后他们鼓励我退休以后 还是要继续陪伴下去啊 对于是我就成立了米勒谷 那期待可以继续的陪伴在多会区 就是有别于大家所关心 比较关心的偏远地区 所以米勒谷关心的是都会区的孩子 这样子那我觉得有别于我以前的工作 当然就是一个是行政事务的工作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跟人的接触 对跟人的接触 我觉得只要是对的接触 是会造成这个人以后的生活或是他的思维是会被改变 是 米勒谷这边在做的事情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然后可以让一个比如说就是小一到国三的这些学生 可以来到米勒谷的空间被陪伴 对对对他们就是放学了以后他们就可以来 像小学生小一到小三都是半天的课程 是 对他们就是中午下来课他们就会来 对那我们会供应他们午餐这样子 OK对这些小朋友来说啊 甚至他们到国三也不小了 那现在的这个我们说文明病 可是对这些小朋友来讲 他可能小时候就被诊断出来过冻之类的 他来到米勒谷过冻的时候 你怎么样陪伴他呢 我们就其中有一个孩子就是一来他就动 然后都会发出声音 OK 那我们的所谓的老师 也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是 就会坐在他旁边 就是安抚他 他只要手动发出声音 我们就会把他的手收起来 这样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那两个月之后这个孩子就改变了耶 他的神经的一个回路被改变了 对这个孩子被改变了 他不但不再发出这些声音 而且他还会主动帮助比他年纪小的弟弟妹妹们 这样的过动的例子不止一个对不对 对还有另外一个小孩 他也是被诊断过动 是一个小女孩 但是我们在服务他的过程当中 发现其实也还好啊 就是很活泼嘛 对孩子活泼本来就是应该的啊 就是好动嘛就是动来动去 孩子不动才要担心 对然后这个孩子很特别的是 我们在这一次的暑假 办了一个乌克利利的课程 他从来没有碰过乐器 但是他却在这一次的乌克利利的课程当中 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成果表演 他可以把一整首曲子一个音不错 没有错一个音的弹奏出来 我们觉得他好棒 OK所以我们的这个陪伴当中时间够长的情况之下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些很棒的活动 是可以去发掘这个小孩子的潜能对不对 他的天赋对不对 对 所以这样的陪伴真的是 他不是那种很短暂的陪伴 然后蜻蜓点水的 然后一旦这个小孩子 他去被挖掘他的天赋之后 甚至他以后可以靠这个 就是技能啊之类的 都可以让他得到一个 就是不同于之前的那一种背痛的角色 他会在这个社会上面 变成是一个主动贡献的人跟您一样 嗯对 我就是期待 因为其实我觉得人有很多的潜能 是 对 然后人有很多的天赋 只是你有没有被发现 是 对 那怎么样被发现 你一定要长期与他们相处 然后你要给他机会 让他去做不一样的尝试 所以美乐谷当中 有许多的不一样的课程 我们称之为多元的课程 对 让他们在许多不一样的课程当中 可以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 是 那透过这些课程 就可以发现 哦 某些小孩对手作很厉害 某些小孩对音乐很厉害 然后某些小孩对于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其实只要你愿意 他们都可以 而且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旁边给他的那种陪伴啊 给他的那种鼓励跟肯定 是让他会真正深入去 而不是只是做一做 然后就放在旁边 对不对 对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大人或小孩 需要的都是被鼓励嘛 没有人想要得到的是负品嘛 是 对 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很幸运 是 就是因为我认识了上帝 所以我身旁的许多的人给我的 都是非常正面的一些鼓励 是 那我觉得正面的鼓励对我来讲很重要 那对我来讲也非常的有帮助 以至于我可以走到现在 对 那所以我觉得多给任何人一点点鼓励 其实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觉得不需要吝啬于给别人鼓励 不需要吝啬于给别人称赞 对 我觉得台湾人可能就是比较避俗一点啊 比较害羞 有人问说 我觉得你很好 你就说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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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我们对孩子 我们都会跟他们讲说 你们是最棒的 你们是最好的 而且本来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嗯哼 你们给他们真的是一个足够的陪伴之后啊 然后连那一些父母啊 他们都开始就是得到了一些就是怎么讲 本来那个父母他们一接到这个电话啦或什么的都是一些负面的 就是让他必须要担心小孩子 然后又要作为家长的一个角色 然后去帮小朋友啊收拾 对 可是我们透过这样子一个成功的陪伴 终于要到了一个家长就是愿意加我们的line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这个家长非常的担心我们加他的line 因为他每一次收到line或是收到简讯就是他的孩子有问题 是 对 但是这个家长后来我们跟他说 其实我们加你line是要把这个孩子在米勒谷的好表现告诉我们 对 对然后他后来就说 好啦好啦 就是反正他现在哪里也不去啦 也只想来米勒谷啊 对所以其实我也很感动就是这些孩子来到米勒谷当中 我所谓的感动是我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工作同仁们 他们都很认同我的理念 对就是我们要陪伴孩子 是 那个陪伴的过程不是用一个老师的角度 不是用一个家长的角度 而是用一个朋友的角度 那朋友跟朋友最能对话嘛 对因为父母可能就会说东说西嘛 老师只会指导你课业一定要写好嘛 但是朋友你就可以诉苦啊 你可以讲你的委屈啊等等之类的 对我也很感谢我的工作同仁都能够理解 并且能够接受我的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所以他们在对待学生他们也都是用爱来陪伴 嗯哼 所以现在就是能够来到米勒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通常都是辅导师推荐 对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先从学校拜访 然后因为我们走的并不是完全低收 所以你没有证明 你就很难进来被服务 所以我们是走边缘嘛 就是比如说他可能爸爸或妈妈 然后也许阿公阿嬷是有房子的 那他们就没有办法拿到低收的证明 所以我们是走边缘 就是单亲弱势 对所以基本上都是从学校辅导师推荐进来的学生 想要请教一下秘书长 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就是退休了嘛 然后我们说创业 然后这个创业是非常特殊的 它是一个就是NGO这样的一个公益团体 然后公益团体这么多 我们要被看见这件事情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你的那个初心 因为被陪伴 所以还要再陪伴更多的人 对对 我觉得其实创业 很多朋友以为我在创业 但事实上我觉得对NPO来讲 这个是一个服务 而且服务是不能够尖端 对所以对我来说 我是在做一件 我曾经被帮助过的事情 我想要让这个被帮助的这一件事情 延续下去 因此我成立了米勒谷 那我也希望这个被帮助的这一件事情 可以一直延续到将来被我们帮助的孩子 他长大以后可以回头过来 再来帮助比他小的弟弟妹妹们 是 在秘书长生命当中最大的米勒谷是什么 最大的米勒谷 我觉得是上帝的花园 对因为我都一直跟上帝说 我本身是丘徒 我都一直跟上帝说 上帝这是你的花园 所有的花花草草都是你的 我只是个园丁 我只是个园丁 我可以浇浇花洒洒水 但是所有的生长 他们未来的改变 他们生命中会有什么样的奇迹 其实都掌握在上帝的手里 我只是尽我的所能 是 我们还是很谢谢 就是虽然说不见得都是讲上帝之名 但是这些人他愿意把他身上 就是固定的这个金额 然后可以把他捐献到米勒谷这边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希望这样子的人都是成为园丁 然后最好的就是一个实质的陪伴 对不对 对 我觉得期待就是社会大众们 我们米勒谷其实没有宗教背景 对 只是我自己本身是丘徒 是 我们米勒谷是没有任何宗教色彩 对 那就希望社会大众们 如果你对于都会去的孩子 你也想要对他们有一点点的帮助 其实你可以上网 Google米勒谷协 通过我们的官网就可以捐款 帮助这些孩子 OK 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社团法人 台湾米勒谷公益关怀协会的秘书长 李清慧小姐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我们分享生命当中的米勒谷 然后越来越多的小孩子 确实可以透过陪伴 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米勒谷 然后更多更多的一个真实的米勒谷能够发生 再次谢谢秘书长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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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